哈喽 这是一个有感而发的一个视频 突然间在网上看了点东东 浏览了一些其他的网站 看了一些很成功的 做那个YouTuber的视频 之后有点话要跟大家说 就是说对好些人来说 就是说我们在网上看别人的视频 看YouTube 或者看什么什么什么的 当你自己上传自己的视频 比如在YouTube之后 老世界的为什么自己的视频 不能够被人看到 或者说被人家修行 就是说给人家设 就是说给人家找到 那么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当然是自己的知名度不够 也就是说你的粉丝不够多 就是说你放出去了这个视频 来看你视频的人 没有三两个 对吗 可是我有话要说 是要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这么想 是人们在看你的视频 是人们在看你的视频 在寻找你的这个什么 其实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是我们的修缩 就是说Engine引擎 我们所说的 这是说我们的 我们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的 这个叫做 怎么讲呢 比如说有一种手机 我们叫做智能手机 对吗 那么这个Engine SetEngine 修缩引擎 也是智能引擎 那么就是说它修缩 怎么样去修行呢 那么它会依照你的关键字 什么叫做关键字呢 就是key words 你打下的字 比如说美丽 那么当有人在网上 要找这个美丽 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标题里面 有美丽的两个字 比如说这是美丽的风景 还是说美丽的家乡 还是说美丽的某某某 那么之后这个美丽 它就会浮现 出现在那修缩的范围之内 那么除了这个呢 它还有个叫做Tag Tag 就是说标签 标签是什么呢 我要怎样去告诉你们 什么叫标签呢 很多人上传的视频之后 不懂得怎样去立下 或者是放下自己的标签 怎样呢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找个例子找个版样 点击我们的YouTube 去YouTube 随便寻找一个网络 OK随便找尸 找尸 OK 找个来 比方说 这个 这个什么呢 看有什么比较适合的 OK 比方说这个新闻抢先报 对吧 我们只会读到这五个中文字 新闻抢先报 是吧 人们 就是说我们人会看到这个 可是修硕 修行的 就是说那个有智能的修说肉本呢 它是怎样读的 那么你看它旁边这边有三例点 新闻抢先报旁边有三例点 我们点击一下三例点 对吧 它就跑出了 我们去分享 分享就是说分享 你点击分享 OK 它就出来了 你看到这边吗 那下面 左边下角有个叫Copy Link的地方 点击Copy Link 就是说它这个油脂 你已经复制了 那么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下的东西是怎样 来 我们到来这个 我这边有个叫做Tex YouTube的软件 就是说它这个APP 那么你在商店是可以下载的 你点击这个 对吗 它就跑出这种东西来 点击一下 它跑出来 这里写着Tex YouTube 哎呦我们要看一下广告先 因为你不看完它的广告 它就不做给你看了 OK到了 OK我们Goose 关掉这个广告 现在它就给你一个服务 你这边你看到吗 这个是Tex YouTube 就是说我们的Youtube商标制作的工具 那么你看这边Open 然后我们把它记录它 这边CatTex CatTex就是说来 来这里我们来寻找来生产 找出它的标签是那几个 那么这边有写Right Keywords 现在我说了 Keywords就是关键字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去理什么关键字 我们在它的空档那边点击一下 它的空格 对吗 先前我们已经复制了它的URL 它的油纸 我们就在这边粘贴上去 看到吗 Paste P-A-S-T-E 就是说粘贴 我们粘贴上去 那么它油纸就打来进去了 对吧 那么我们这边 右手边的红色的释放写的地方 GetTex Tex就是说来我们来找出它的标签 我们点击一下GetTex 它就给你去找 找得出来 看到吗 我慢慢给你看对吗 它的标签 对吗 它的Keywords 它的Keywords很少 它只是说新闻墙下报 Dairy Newscast 两粒之外了 那么忘掉这个 我们倒回这个 Youtube 再来找新闻一个比较多的 或者比较特别的 OK 现在来个 斑栏页 这样组 我们别理它 右边的3D点点击一下 Share的地方 我们要它的share 我们要它的copy link 就是说要它的URL 要它的油纸 点击油纸 我们copy了 之后再倒回来 我们这个软件 工作软件 寻找标签的工作软件上 点击test就来了 OK 再轻距离一下 看到吗 先前的那个东西 还是广告 等一下 到它广告之后 过后 我们再继续 OK Troost 关掉它的广告 OK Open那些表里 像先前的工作那样 打在write keywords那边 paste它上去 之后我们就get test 就get那个标签出来 看它的标签有几多 你看到吗 它的标签有大 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它的标签 为什么它的YouTube的频道 就是说它的video那边 用到这么多的标签 那么我们现在copy它的标签 你这边select all 点击一下 全部把它勾显 全部勾显 这个机器自然的 把你所有的东西勾显到 对不对 勾显得出来 对不对 上面黄色的 横条的地方 是copy text 就是说我们把它 复制起来 所有的那种 标签 点击 copy 全部copy了 OK 到回我的地方 比如说我的notebook 看到吗 上头那个notebook 点击notebook 对吧 上面一个plus 就是说 我现在要开启 另外一面 新的notebook 新的那个记事簿 那么第二行test 就是文字的文字形式的记事簿 点击test 就是高高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的地方 我们就把先前的东西配上去 paste 对吧 paste出来 我们放下来看 这个就是他先前的那个video里的标签 就是他的keywords 看到呢 他里面这些keywords 全部是这些 为什么要用到这些keywords呢 就是说他的修行engine 就是说他的智能器 就是说他的智能弱本 我们说什么什么什么 大家不要理他 比如说当你打上一个字 在你的spa 就是修行的地方说糖尿病 糖尿病 看到他有些糖尿病吗 健康好生活 心灵素果 心灵客栅有糖尿病 当病人一找到他糖尿病的时候 那么他这个video 就会有机会提前展示给他 明白吗 所以这个就是标签的用途 跟标签的做法 所以很多人上传了这个味流之后呢 不懂得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利用这个标签 来补末 来推广自己的视频 OK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但不是100%都能够得到好的效果 可是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看到吗 他里面有很多 到最后你看到吗 有中医啦 有什么痛风啦 有什么其他这些一大堆 那么当一个人找到说中医的时候呢 那么他这个出现在他的行锁 就是说出的机会就多了很多 比那些没有标签的 当然是剩了好多倍 比如说你的视频没有标签 那么在竞争上你是输了给他一大戒的 一大半的 所以为什么你的视频无法出现在 别人推广的地方 而是说别人行锁的地方 会找到你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OK 喜欢的话给我like 那么请多多的转发 多多的支持 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的视频上再见 给大家 admin 感谢观看